新高雄是一名56歲婦人 最近在家裡頭突然的婚迷 結果4歲的小孫子非常機緊聰明 她趕快衝下樓向大家來求救 也平安救出阿嬤 最新情況再給記者高孟柔 當時有一名56歲的婦人 日前在家裡面幫孫子孫女洗澡的時候 突然間頭非常的暈昏倒了 她4歲的孫子非常的機緊 趕快從11樓坐電梯 到1樓找管理員來幫忙 小小年紀才4歲而已 竟然不慌不忙 讓這個阿嬤非常的窩心 我們聽聽看這個阿嬤的說法 我就是因為不舒服 倒在那個地上起不來了 那我就覺得我全身都發麻 我怕會中風 所以我就趕快叫我那個小孫子說 你趕快開了門到7樓去找那個7樓叔叔 因為我們平常上上下下 有認得這個7樓的叔叔 我說你趕快去找那個7樓叔叔 我說跟他講說婆婆不舒服 他本來說婆婆我不會 我不敢 我說沒有關係 我說你去 你去沒有關係 根據這個阿嬤說 當時在幫3歲的孫女洗澡的時候 就感覺到一陣的頭昏 他很怕自己會發生有中風等意外 趕快呼喊這個4歲的孫子到樓下去求救 他說這個孫子從小就非常聰明 也很會說話 不過在這個4歲的小男童 要往下的時候 不小心把家門給反鎖了 因此警銷上門的時候 還差一點要破門而入 最後是選擇趕快用這個攀爬的方式 到裡頭去把阿嬤給救出來 女警也稱讚這個4歲小男童 很冷靜 還說要等阿嬤出來才肯離開 那所幸有這個4歲的小男童 非常的激緊 才讓阿嬤來撿回一命 好小朋友真的很激緊 也平安救出了阿嬤